众生是道场 你们看看 那个泡沫吹在空气当中 五颜六色的 有没有啊 在空气当中有啊 砰一下 没了 现在明白了吧 你用不着消灭的 它自生自灭的 你们身上生出来的 不明白的事情 随着一段时间 你们就明白了 小时候不懂的事情 随着年纪长大就懂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无明 没有什么懂或者不懂 也根本没有老死 烦恼和菩提一样 没有烦恼要断 也没有烦恼要尽 因为烦恼本身就是空性的 也就是说 烦恼本身就是没有的 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师父讲得够清楚了吧 用现代话讲 叫哲学 佛菩萨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你们要明白 烦恼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都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本来无定性 所以它就是空性 连聪明和智慧 也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也是空性的 所以人的小聪明 没有用的 一个小聪明出来之后 以为自己很伟大 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最后 砰 没了 还有吗 烦恼没了 小聪明也没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就没有烦恼了 有烦恼的人 还会有智慧吗 有智慧的人 会有烦恼吗 你们好好想想吧 你们的智慧 都到哪里去了 都到平时的 动小脑筋上去了 为了人间的 一些明文力养 尔虞我诈 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境界会上升吗 很高深的 大乘菩萨的法理就是 众生是道场 烦恼就是众生 师父帮你们一件件 解释清楚 你们真的听不懂啊 为什么众生是道场呢 因为有众生的地方 就会有烦恼 那么 据刚才同样的例子 我们小时候 数学老师 经常讲这个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就等于那个 现在 我就是告诉你们 众生就等于烦恼 比如说 人和人在一起 为什么会有烦恼啊 因为人跟人在一起之后 你说我说 把烦恼就说出来了 如果你们都是哑巴 你们在一起 你看我看 就把烦恼看出来了 看看这个人不顺眼了 看看这个人比我漂亮了 看看这个人穿名牌了 看看这个人很讨厌了 毛病就看出来了 所以众生就是烦恼 只要在一起 你们的烦恼就生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吵架的时候说 我最好不要看到你 你也不要看到我 想想就知道了 看到就来气 看到就是众生 众生是烦恼啊 今天我看到你们这批众生 我烦恼就来了 这个没学好 那个在家里那么可怜 那个身体不好 还要去打工 那个过得一塌糊涂 这个还住在医院里插管子 烦恼来了吧 是不是众生即烦恼啊 烦恼就是众生 同样的 烦恼就是众生生 因为所有的烦恼 都是由众生生出 就是人生出来的 世界上 本来这个烦恼是没有的 是人生出来的 是众生生出来 养出来的烦恼 就像一个女人 生出来一个孩子 养出来一个孩子一样 师父用现代话讲 烦恼是你们自己编出来的 有什么烦恼啊 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有什么可以烦恼的 烦恼你也得过 不烦恼你也得过 还不如不烦恼 想不通也得想 想得通也得想 你还不如不想 这就是菩萨的智慧 这就叫智慧 听得懂吗 比如今天你家里一大堆事情 你拼命地想象 你想得出什么事情吗 你解决得了吗 就算你欠别人很多钱 你脑子里拼命想 你能还得出来吗 放下吧 第一放下 不是不叫你们去想 而是叫你们放下之后 脑子空了 它就会有好的东西出来了 师父举个吃菜的例子 给你们说说 好的山珍在下面 上面总要弄点围边 弄点蔬菜 你总不见得 只吃边上的围边蔬菜吧 你要看看下面 真正好的东西 也就是深处的良心本性 才是你最好的东西 所以师父给大家讲 你们既然能把这个烦恼生出来 养出来 造出来 编出来 你们就要有这个道场 就要靠你们众生自己 去去除烦恼 你把这个孩子养出来了 你就必须把这个孩子教育好 这就是白化佛法 你把这个烦恼生出来了 你就必须把这个烦恼 去除掉 解灵还需 因为众生有业隽灵人 因为众生有业障 众生才会生出烦恼 那么烦恼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因为你们有业障 如果没有业障 你们怎么会生出烦恼啊 如果是个圣人 他业障没有 你说 他会有烦恼吗 因为众生有烦恼 他才会有污染 是先生出烦恼 后来才有污染 这点 你们要搞清楚 怎样叫 先生出烦恼的 比方说 我烦恼这个孩子 怎么教育 那么你的心灵 就有污染了 接下来 你对孩子的教育 就会有污染了 怎么污染的 爱这么麻烦 随他去吧 学校里老师天天告状 我也没办法了 跟老师说 你们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你们要报警 你们就报警吧 爸爸妈妈 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这个烦恼 已经成为事实了 才会造成他心里的污染 污染是什么 他对孩子丧失信心了 丧失教育的这个念头了 所以他心中就会不开心了 污染就来了 污染就是他不愿意教育孩子了 你把麻烦生出来了 你又不愿意去照顾这个孩子 听得懂吗 你把麻烦找来了 自己又不想去处理 这个时候 你心中就会有污染 因为你有污染 你才称为众生啊 所以说 众生难度 因为众生痴迷啊 众生为什么痴迷 因为他们心中有业障 太多无名 人就会愚痴 所以要学会无我 无我的道理很重要 哪里有众生 你们就要学无我和空性的观念 只要有人的地方 我们就要学会没有我自己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 你有你 你被人家排挤了 你就会难过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嫉妒 你有我 你就会被人嫉妒 因为有众生的地方 就会有恨 你有我 你就被人家恨上了 所以必须把我去除 去除我 才会产生性空 性空就是 你的本性 已经空掉了 如果你的脑子里 只想着众生 而没有想到自己 人家怎么对你这个我字 来攻击呢 人家要骂你 你说我都没了 你骂谁啊 人家要嫉妒你 我都没有了 人家要恨你 我从来不恨人家的 因为我没有了 如果有我 你就会产生烦恼 我对你已经很好了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对我不好 我很难过 我很伤心 我搞不懂 所以我很生气 这都是因为 有了我字 听得懂吗 所以大家要明白 记住 哪里有众生 就应该无我 就要 法性空 什么是 法性空 就是我们活在 这个法界里面 我们这个性 就要空 众生也是法 因为众生 生在法界里面 它一定会有 法界的这种业障 那么法界 是怎么产生 这种业障的呢 因为是因缘所生 所以因缘 也是无字性的 比如 今天我跟谁 有缘分了 这个因开始了 然后 我跟他好了 这个缘分生成了 等到一段时间 我们又不好了 这个缘分就灭了 因缘 也是无声无灭 实际上 表面看起来 今天有这个因缘 但是 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因缘就没有了 没有因缘的时候 你不就是 没有生出 这个因了吗 比如 爸爸妈妈 把自己从小养大 那个时候 是不是有因缘啊 但是 因缘到了最后呢 就没有了 爸爸妈妈死了 还有因缘吗 没了 那么 就等于 没有生出来过 对不对 等到一定的时候 你什么都忘记了 自己也要死了 就连自己这个因缘也没了 所以 没有因缘生出 也没有因缘灭度 师父在给你们讲佛理啊 讲哲学的东西 无声无灭就是 没有生出来 也没有灭掉 缘分实际上 它没有生出来 它也不会灭掉 今天 你不去惹它 它就不会来惹你 这个因 你没有种下去 你这个缘分 就等于没有 有什么自性 我没有生出来这个 我也不用把这个事情灭掉 我没有生出烦恼 我有什么烦恼可以去灭啊 所以 要学会无我 众生就是道场 因为有了众生 我才能学会智慧 因为有了众生 你才能有这个道场 所以烦恼就是道场 因为众生有染 但是 如果众生 能够在无我的观念面前 众生极为菩提 你们要好好用功的 你们不长智慧 你们就长愚痴 道理很简单 一个人不学好 他不就很容易学坏了吗 整天学坏的人 能学好吗 有智慧的人 能做出傻事情吗 烦恼 不就是傻事情吗 每天想不通 不就是傻事情吗 有烦恼的人 会有智慧吗 是没有智慧的 你们一定要 好好学啊 你们眼睛看着我 也没有用啊 要学 要去理解 听得懂吗 如果在这里听了 回到家 干什么照样干什么 坦诚吃照样有 甚至有的 回到家里 照样玩游戏 照样在网上看小说 你有看小说的时间 为什么不能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呢 你们说 这种人会有智慧吗 有烦恼的人 就是没有智慧 师父告诉大家一句话 简单的解释就是 凡是你有烦恼的话 你就要利用本性里面 生出的智慧来克服它 因为你有因缘果报 心中油染了 你才会生出生灭之心 如果你心中一直光明磊落 你就不会生出生灭之心 什么叫生灭之心 因为你生出来这个心 因为你生出来这个心了 你又要去把它灭掉 你今天生出这个烦恼了 你又要把烦恼去灭掉 这就叫生灭之心 你又要把烦恼去灭掉 你又要把烦恼去灭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